家传的手艺在她的手里传承 她却为什么没有更高的追求 已经很不错了 不想说是做大做强 家人好心相劝 却为何引来她的不满 那是胡闹 那个事情就弄不成 不要从我这儿就砸住 满山的金条花 如何成就了她的梦想 密封产业 它是一个事业 一个废弃的救药 为什么让她如此费尽心思 这没有比这好地方 成功的背后 历经了怎样的挫败 本期乡土寻味中国 走进山西省零食县 在大山之中寻找零食的味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栋梁 踏遍神州青蔚两 寻找生态的印记 变方村站一厢愁 探寻文化的分脉 寻味中国 寻找绿水青山间的雾华天宝 寻找美丽家园的乡土味道 寻味中国 山一城 水一城 振兴乡村再行动 乡土栏目倾情奉献 系列节目 寻味中国 正在播出 你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乡土 我是王立群 山西省有个尽中市 尽中市有个零石县 零石县是产促的 零石县因为产促 提高了它在全国的致命度 零石不仅产促 金条花蜜辣椒酱也远近闻名 零石有灵 群山环绕 层栏叠杖 遍地金条花 零石有灵 黄土厚积干燥 窑冬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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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 这里是他的手工作坊 这几口大缸是他今天要装满的 在比较炎热的季节里 他必须要抓紧 把当天的料在这个时间备好 其实这个已经迟了 应当是昨天晚上就应当搬好 但是因为现在天气太热 昨天晚上搬好的话 到今天它就坏了 赵建军酿醋的原料 一直沿用着红高粱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 水少多光 气候干燥 适合高粱的生长 这为酿醋提供了优良的原料 如此好水才能酿出好醋 一条坟河流经零食线 为零食的陈醋酿造 提供了又一个优良条件 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 更在于它独特的酿造工艺 零食醋其实从本质上来说 现在来说吧 就是它还是坚持那种传统的做法 特别注重的这个口感 就是绵肉感 厚重感 赵建军酿醋已经有16年了 这也是祖辈流传下来的手艺 靠着这门手艺 能够保证一家人吃喝不愁 由于是手工酿造 一天最多也就做100斤左右的原料 这是我家传下来的 肯定不可能在我手里边 把它给丢失了这个记忆 蒸茶是酿醋关键的一道工序 高粱加水均匀拌好 看似简单的操作 实则非常关键 高粱要完全打散 才能蒸透 之后才不会发霉变质 火候的大小也是其中的关键 温度的把控全凭赵建军的一双手 如果火大它就糊了 如果火小它里边有加深 最后就是发酵不好 这个温度也要求控制在95到100多之间 赵建军11年前因为一场大病 现在走路还不太利落 然而手工酿醋却是个体力活 这无疑给他带来更大的不便 可以吃饭了 忙完手头上的活 已经早上6点多钟 赵建军终于可以闲下来吃口饭 昨天看了点电视上 那个大型机械那个酿醋 那个设备挺好的 挺方便的 一两天就出处了 还没不行上那个设备吧 那是胡闹 那个事就弄不成 不要从我这儿你就砸住 不要说那个话 你机器生产出来的 和这个手工生产出来的 口感各方面肯定不一样 零食县大大小小的醋房不少 大多数也都是沿用着 手工酿造的传统技艺 但赵建军酿的醋 却相对卖得比较好 这里面与他家祖传的加工秘方 有着重要的关系 提起山西的饮食 人们自然会想到醋 山西老陈醋 作为中国四大名醋之一 其工艺源自古代的制醋工艺 史料记载 在明初时期 太原醋房酿醋师傅 创造出了熏蒸工序和 夏浮晒冬捞冰的陈酿工艺 使山西老陈醋酿造工艺 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这套技艺在酿醋技术上 独树一帜 并作为传统技艺传承下来 临时县位于山西省中部 自古就有勤进药道之称 因传说在古时 曾有一块巨大的陨石降落于此 因此得名临时 除了临时独特的地理位置 与气候环境 还有一个特殊的条件 适合酿醋 这就是窑洞 窑洞里边 它这个气候容易保持 它冬暖夏凉 这个里边吧 它可以保持一个 时常的一个恒温状态 而且这个湿度 它也可以保持住 半驱是酿醋的一道工序 这也是发酵的关键步骤 大驱按照比例 与原料充分搅拌均匀 再倒入大缸 还要将原料砸实 尽可能地少留空气 压岩死了 这就隔绝了空气了 它这里边是 要求是无氧发酵 它就对这个酒精发酵比较好 酿醋是个需要时间磨砺的过程 也是对人体力与耐力的考验过程 仅时发酵工序就要经过两次 长达近20天的时间里 赵建军和妻子 每天都要来窑洞里翻这些胚 醋醇厚的香味就源自于这里 赵建军在村里 开了一个专门卖醋的门店 来这里买醋的人络绎不绝 村里人都会依照自己的口味进行购买 学校那边的醋不是很好吃 我顺便也给同学们带点特产 虽然从用料到熏胚的过程 并没有什么差别 但后面的工序却是决定 醋本身身价的关键 这个是昨天 就是昨天晚上浸泡的白令 我们叫白令 也就是令出的那个白令 这个就放下来以后 它需要通过高峰面种 再进红令里面 红配里面 祖辈传下来的独特配方 此时才真正登场 十多种香料按比例放入布袋 淋醋时加上这些不轻易试人的香料 醋的香味与口感便会完全不同 在白令经过高峰面种以后 就过得这边了 零食人说 他们舍命不舍醋葫芦 这也说明了 醋在零食人心中的地位 零食人的生活中离不开醋 在零食 醋是根植于人们内心的一种习惯 赵建军坚守着酿醋的传统记忆 他守护的不仅是 祖祖辈辈酿吃醋的传统 也是在外游子记忆中 零食的味道 一缸沉醋 一缕清香 是赵建军多年的坚守 当地的人说 零食的水是有零性的 所以才会酿出如此出名的醋 而有零性的何止是水 四面环山的零食 大山也给予了当地人甜蜜的馈赠 零食的山不仅养活了零食的人 更是让这里的人生活变得富足 这满山的精条 竟是零食人甜蜜的聚宝盆 田勇有六个养风基地 每个基地的产密量都创下了历年新高 这是丰收的一年 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可田勇却没有因此而高兴 反而让他有点担忧 零食是全国三大精条主产地之一 精条蜜的蜜源是精条花 精条乃干旱 在零食的大山之中 随处都能见到这种开着紫色小花的精条 田勇一个与蜜蜂打了多年交道的养风人 零食县南关镇吴庄村历来有养风的传统 每户人家不论干什么 多多少少都会养起乡风 这种传统正是得益于这漫山遍野的精条花 田勇家是零食县的养风大户 养风是家传的产业 我一共养了六百多箱风 收入就是个百四六万 我们是家族性的 田家养了有几百年了 现在这个季节正是精条花盛开的时候 蜂蜜隔几天就要收一次 摇蜜是将蜂蜜提取出来的关键步骤 这关系到蜂蜜的纯净程度 我们为了追求品质的更加完美 把这个蜂蜜里面的细蜜先给它甩出来 这个就是甩细蜜的 然后剩下这个蜂蜜都是剩下百分之百的封盖打 然后我们取出来的蜂蜜浓度就会达到最高 蜂蜜的品质也有高低之分 那么要如何分辨呢 蜂蜜在气温低的时候就变稠了 气温高的时候就变稀了 还有这个蒸蜂蜜 在这个搅动的时候有这个稀的气泡 天然的蜂蜜上面都一层漂的泡沫 蜂蜜要放在阴凉干燥而且通风较好的地方 窑洞给储存蜂蜜提供了相对较好的环境 这个窑洞温度比较低一点 比较阴凉 这个光线比较暗 这样对这个蜂蜜保存这个环境好一些 古时候就开始有人养蜂采蜜 古籍中说蜂蜜 润脏腑 通三胶 调皮胃 这是对食用蜂蜜作用较好的诠释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蜂蜜的好处 所以田勇也因养蜂而走上了富裕路 你出去说几家 大概三四家吧 好 路上忙点 知道了 每次新的蜂蜜下来 田勇都会给村里一些老人送去 记得每天喝啊 不敢忘了 早上起来 晚上睡之前都喝一点 坚实喝啊 我当初在这里养蜂的时候 左蜜右手 帮助我找场地 还有我摇蜜的时候 一个人忙不过来 这家也 大娘也过来了 那家的大爷也过来了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 应该有种感恩之心 田勇大学毕业后当过老师 干过装修 开过饭店 但是对于田勇来说 祖上传下来的养蜂业 却在他的心里一直没有放下 我觉得这个蜜蜂产业 它是一个事业 我们没有把这个道场 这个生意去做 生意是谋生的手段 这个事业是能够 不仅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 而且有成就感 有价值 最近的天气闷热潮湿 蜂蜜又赶上高产 自家的窑洞 眼看就没有地方再放蜂蜜了 寻找到更大的储存空间 成了田勇这几天 急需解决的事情 这也是他蜂蜜产量高了 发愁的原因 以前我那个储存蜂蜜 那个小窑洞 现在就放不下了 这个地方非常大 储存个几千都是没问题的 这没有比这好地方了 保存蜂蜜的难题解决了 一块石头落了地 几天以来 他终于可以吃顿踏实饭了 蕎麦亡产量比较低 但是它适应性强 在零食的一些海拔较高的地方 也能种植 过去的时候条件不好 经常吃这个蕎麦饼 但那时候吃件特别苦 不好吃 现在生活好了 有时候还想这个腕 想吃 偶尔拿出来做一做 特别好吃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 蜂蜜的甜 中和了日子的苦 给那段苦的日子 带去了希望 田勇也终于把自己的生活 酿成了甜甜蜜蜜的滋味 而这种甜蜜 它还要让更多的人品尝到 体味道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对于零食县来说 它们拥有的不仅仅是金山银山 还有着一片大自然富裕的肥沃土地 在这片田野上 它们剥下的是种子 收获的是希望 咱们这边的这个土 双酱盐什么的 都比较综合 这个水红比较大 种上辣椒 它这个实际生长的辣椒 长出个辣椒来 它这个你看看 肉大 吃的香 这里是零食县 马河乡夏寨村的绿色农产品 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基地 合作社改变过去传统的农业种植模式 地里种的是小辣椒 小辣椒给合作社带来了致富的新机遇 这几天正是辣椒收获的季节 由瑞根这五十亩的辣椒 要收上一段时间 这十多位村民都是他请来的 这些地也是从他们的手里流转过来的 相比过去 这些村民对自己的收入 还是相当满意的 夏寨村的辣椒远近门名 不仅产量大 肉质厚 口感好 更是有着浓郁的香味 正是因为这种特性 这里的小辣椒闯出了自己的大世界 这是这么传统的那个糊糊辣椒酱 现在这个鸡鸡巴不能做这个糊糊辣椒酱 因为这个红辣椒下不来 这个辣椒酱吧 那个石磨磨的 里边加的那些香腥料什么的多了 所以说这个辣椒酱挺香的 这在我们当地把这垂筒的 所以说谁家也做这个辣椒酱 在当地 要说谁家的辣椒酱做的好吃 几乎没人不知道由瑞根 他这做辣椒酱的手艺是跟他母亲学的 从小就看着母亲做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学着做辣椒酱是我加水下来的 从我祭祀以来 我母亲做那个辣椒酱就相当好吃 辣椒就窝窝头 那个窝自己都窝不了 然而由瑞根是个不安分的人 除了做传统的糊糊辣椒酱之外 还在母亲教给他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眼前这七八种不同口味的辣椒酱 都是他一个一个研究出来的新产品 大家这个辣椒酱 现在已经有六种口味了 像这种口味的吧 就适合那个北方人吃 就是这个以酸为主的 还有一种吧 就是在这种 南方人爱吃这种 就是双甜味的 双甜辣 所以说这两种口味的吧 这次找他畅销 尤瑞根是个对辣椒痴迷的人 在他的手里 总是能把辣椒变换出不同的花样 这些辣椒每一次的华丽变身 都会给尤瑞根一个惊喜 一个安慰 妈 你说您的儿子提提做辣椒酱 已经做了好多种味道了 他现在又要做一种这个豆角味的 你说能做成不能做成呀 六种种能做成 再炒酱能做成 尤瑞根一直在摸索 而每一种辣椒酱新口味的问世 与之伴随的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尝试 油瑞根对辣椒酱的要求比较苛刻 不仅要有鲜艳的色泽 还要闻之香辣悠长 食之胃口大开 要达到这个标准 没有多次的试验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个辣椒好吃 比之前都好吃 尝一下 然后这个好吃 我每做一道 每做出一道一种口味的时候 都都让我妈品尝 只要是我妈妈通过的这个 就是这个口味没问题的 上次就没问题了 纯手工的炒制方式 尤瑞根一直沿用到今天 这无疑限制了它的产量 但却保住了辣椒酱 纯正的口味 我通过我多次的 实验 一锅最短的炒 炒那个八经 因为上 根据我这个火吧 这个 就想达到那个 最佳火候的时候 炒八经就正好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是洒脱的 把喜欢的事情 做到极致 是令人钦佩的 小小的一瓶辣椒酱 装载的是 尤瑞根对生活的热爱 千年的历史 丰富的资源 灿烂的文化 不仅造就了 灵石过去的辉煌文明 也托起了一个 生机勃勃 活力四射的 崭新灵石 丰富的物产 更是为当地农业增产 农民增收 乡村振兴 汤出了一条新路子 在灵石人心中 灵石的味道 是醋的酸 蜜的甜 焦的辣 更是酸甜苦辣 调和出的 精彩多味生活 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一方人 爱一方水土 老醇醋 精条花蜜 糊糊辣椒酱 既是灵石的品牌 也是灵石人的标志 酸酸甜甜 香辣悠长 回味不尽 这种家乡的味道 弥漫着 从灵石 飘到了全国各地 人养蜂 蜂酿蜜 人种高粱 高粱养醋 就这样 灵石人精心酿造了 一种完满幸福的生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节目信息 请登陆 央视网或农视网 点击乡土栏目 也可以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乡土栏目的微博微信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西北的一座小城 这里有平原 湿地和山地草场 人们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长城脚下的人家 在每天的放牧生活中 演变着美味 红红的胡萝卜 让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越过红火 越来越好 冰凉的泉水 养育出鲜美的冷水鱼 下期乡土 寻味中国 到甘肃省永昌县 看人们与山水相伴的生活